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互联网的角落曝光许多奇怪的视频 有些是你必须亲眼目睹才能相信的事件 有些则是荒诞离奇的可不生物 记住 这个视频千万别在晚上看 第十个 人形UFO 人们在加州的近海位置拍摄到了一个诡异的人形UFO 当时一些人目睹了这个不明飞行物后 便叫上了所有有相机的邻居一起记录下这个东西 这个不明飞行物全身散发着多彩的光芒 起先它并不是人形 这个形状无法形容 但渐渐的它就往人形靠拢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就像一个变形金刚 也为身体的各部分像是拼接而成的 一些人怀疑是气球 但气球不会在空中主动变换姿势 最普遍的说法是一个随意变换形状的不明飞行物 目前还未发现类似的案例 看完视频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动静 第九个黑色生物 这个视频让许多抖音用户摸不着头脑 汽车行驶在崎岖的泥土路上是 一个神秘的小生物被相机捕捉的 从远处很难分辨出它是什么 一个披着斗篷的小生物或者是被头发覆盖的东西 但它看起来却是有一张裸露的脸 当它逃跑时 脸朝向车辆 一些来自农村的用户说 他们见过这种东西 一只臭又尾巴笔直向上的逃跑 这张可怕的裸露的脸可能是它的屁股 第八个 立巴山系 你将会在这个视频中看到一些超乎常人的力量 不知何故 该男子设法将这辆重型卡车抬起 并把它移到一边 允许另一辆车通过 表演这一惊人壮举的同时 它甚至看起来都没有流汗 自卸卡车的平均重量 在20到32吨之间 然而 作为人类世界记录的靠自身力量移动的最大重量 刚刚超过三吨 是保罗安德森在1957年创下的 这意味着视频中的瘦弱男人 至少要举世界记录的好几位 而且画面中也没有人或拖车等工具在帮他 即使有人在这个角落 那也很难做到画面中卡车的移动效果 虽然有一些记录在案的案例表明 人类某些时刻能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力量 但很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第七个 魔女的噪声 这是哈利波特的恶作剧 还是宫崎骏笔下中的奇幻世界 2021年11月2日 一个名叫卢卡的用户 在与上班的同事递送包裹时 从车内看到了诡异的景象 前方的天空中飘着一把扫帚 毫无疑问 那不是别的 就是木扫帚 你看不到任何电线 而且它正在轻微移动 扫帚一直漂浮在那里 直到卢卡快要超市而必须离开 事实上在2020年8月25日 另一位用户也分享了一段 白天在天空中漂浮的扫帚视频 人们就此现象提出了很多可能 矩阵 绿瓶 钓鱼线 扫帚型无人机等等 或许女巫只是把她暂时放在那 她马上就回来了 第六个 恶灵之物 密歇根州的一对夫妇 在他们的女儿莉莉身上 发现了一道三条纹疤痕 起初 夫妇感觉很疑惑 当时女儿才一岁 就算自己抓伤也不会留下这样大的疤痕 所以他们在孩子的房间里设置了一个婴儿监视器 当他们看到了这段录像 不禁让他们挤背发凉 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了电视台 记者前来采访他们 他们说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超自然现象 有时会听到有人在低声而已 据说之前这座房子的女主人被发现死在主屋里 她从楼梯上滑下来摔断了骨头 躺了很长时间才死去 莉莉事件发生后 夫妻俩把女儿搬进了卧室 开始睡在一起 第五个 千年属药 这几个片段反映了这些树有点不正常 特别是第二个片段 这棵树居然无视泥土的阻力 自行移动起来 正常人一般不会去树底下挖个通道 然后弄个恶作剧出来了 第三个片段你根本看不到任何人或伐木机械在搬运这些树 它们甚至是树枝移动的 没有倒下 而且速度非常快 或许这些树妖只是想体验下人类行走的感觉 第四个 午夜故事 山村老师 这个男人醒来后发现身边有点不对劲 除了他老婆外似乎还有另一个女人 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人 第三个青蛙与虫子 观众们看了这个视频后就坠入了无理无众 视频从手机指向人行道开始 一个女人派到前面有一只小青蛙跳来跳去 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人行道上的东西根本不是青蛙 它似乎是一条普通的蠕虫在人行道上蠕动 女人对眼前发生的瞬间迷糊了 它之前绝对是一只青蛙 但在某一刻 青蛙落在人行道后忽然消失了 或者是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跳走了 但问题是虫子从哪来的 观众们给出了一些解释 也许青蛙嘴里叼着一条虫子 一个快速的瞬间它跳开来 留下了蠕虫 但这很不合理 因为这只蠕虫的大小甚至比青蛙还大 你能解释这段奇怪的镜头吗 第二个通灵板南海 2016年毕鲁伊吉托斯市 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玩通灵板 他们跟着一本恶魔书 使用了一个通灵板 之后 他们出现了严重的癫痫发作和抽搐等神秘症状 随之开始表现出被附身的特征 如咒骂和威胁任何靠近他们的人 其中一个男孩的母亲说 他听到儿子喊道 这孩子是我的 三天后我会带他离开那里 身体和灵魂 这孩子一直在寻找我 母亲迅速报了警 警察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两个少年 最后安排当地的一位神父进行驱魔 神父声称魔鬼设法进入了孩子们的身体 经过一系列的仪式后 他们终于恢复了正常 第一个 外星救援 这段视频的来源非常神秘 没有时间出处和地点 一切都是未知的 它显示了某个人正在家里喂养一个外星人 生物的头部和眼睛巨大 眼球深陷漆黑 它有鼻子的形状却没有孔 生物看起来伤痕累累 非常虚弱 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 似乎受过很严重的伤 但与小灰人有所不同的是它的肤色黄中待经 一个曾经得过严重皮肤病的老人 还是一个真正的外星物种呢 由于没有其他可用信息 我们也只能猜测生物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